秋天是思念的季节 今年秋天和我一起订个思念的约定吧 记得我们有约 中间综合台 十月一日 每周六晚上十点 白日阵营拼总统大选各处起招 根据最新一期时报周刊报道 风水士廖大乙发现 蔡英文家族位在屏东丰港的祖坟 最近在大兴土木建起了护城河 风水士说蔡家砸上了上千万 很明显的就是希望改变祖坟的风水 希望能够为蔡英文选总统带来好运 冥想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带着三只小猪吐转台湾 人气红不让 不过最近一期时报周刊解密 蔡英文的家族坟墓 最近花上千万元建护城河 这是蔡英文的父亲位在新店的祖坟 曾因为占地过大惹出争议 不过位在屏东丰港家族坟墓 却也被周刊发现砸了上千万元 大兴土木挖掘一百公尺长的 九区护城河 根据时报周刊的报道 长期研究政治人物祖坟风水的专家 廖大乙就说 蔡家祖坟位在李龙山下 相传后人会有皇帝命 这只鲤鱼想要要龙门 就必须要有水 才会有活路 风水士四个月前再来发现 气势大不同 工人挖了个大豪沟 还从芒果园拉出管线 风浴水则发 身材也生气 周刊报道 肯定有高人指点 天时地利人和 算盘打得精 总统大选各出奇招 祖坟风水也要改 就是要拼上总统大位 中文学台北 周刊报道